台风海魁来时汹汹造成台东有许多地方遭受到重创 强大的风雨也造成收视讯号中断 而东台有线电视也在星期天海魁台风登陆后投入抢修工作 工程部表示 现在工作同仁也正抢修当中 让民众能够尽快的恢复收视 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抢修被台风回顺的电线 台风海魁来时汹汹造成台东许多个地方 遭受到重创 其中也发生断水断电的情况发生 而强大的风雨也造成收视讯号中断 而东台有线电视也在星期天海魁台风登陆后投入抢修工作 工程部表示 现在工作同仁也正抢修当中 让民众能够尽早回复收视 海魁台风来时重创我们台东的所有 不管是民生还有我们管线 包括我们东台有线电视的线路 也受到非常严重的袭击 海魁来时下午三点多 台东市的有线电视讯号是全断的 风雨交加影响了我们抢修的进度 在风雨暂些之后 大概我们一直抢修到晚上10点40分左右 恢复了大部分用户的讯号 现在已经全员尽力的抢修 希望可以尽快的让我们的收视户可以尽快恢复到原本的收视讯号跟品质 海魁台风重创台东台东各地也传出不少这一情 虽然部分地区还未复电 但是相关人员也正积极抢修当中 而东台有线电视也投入人力 让收视能够回复往常 借判去台东市报导